大家好,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今天是圣诞节 今天因为是圣诞节,再加上又是周末 所以我就想聊一点非政治和经济类的话题 想聊一个天文的话题 当然了,今天这个话题也和马上要发生的一件大事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视频传上去的时候 可能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就是美国的宇航局和欧洲航空 欧洲宇航局以及加拿大宇航局合作的 全球的目前最大的一个发射上去的太空的天文远镜 叫做James Webb,詹姆斯微博太空远镜 今天预订发射 本来预订的是昨天12月24号发射 但是又推迟了一天 如果没有更多的推迟 那就应该是在差不多半小时之后 我现在说话的时间的半小时之后 也就是今天12月25号的当地时间是早上10点过 是法术贵安娜在南美 由欧洲的亚利安娜火箭5号发射成功 这个James Webb的望远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今天我想先聊聊它 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是它这个想法在1996年就开始研制了 就开始立项就开始研制了 当时其实哈勃网远镜刚刚发射上升空 也就是哈勃刚刚开始工作 其实它还没有正常工作 因为哈勃遇到一些问题 那大家其实美国预航局呢 就NASA就已经开始探讨 这个下一步更好的望远镜是什么 他们就开始研制 当时研制这个James Webb的时候呢 他们预定的是2007年发射 而且它的预算也就只有5亿美元 2007年到现在都是14年 也就是说很显然 就是它的第一个预期就是远远的 就是没有实现 原因是因为这个有很多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项目 也非常难做 这个当时的预造5亿 现在已经花了100亿 有人说哈 这个NASA或者说这些 航空工业的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很不靠谱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哈勃 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 是目前美国NASA设计制造的一个 除了最复杂的一个无人的探测器 无人的这么一个一个望远镜 就无论是望远镜也好 探测外太空的那些很多个 这种不同的探测器好 这是最复杂的 包括到火星上去探测的那些 火星漫游车 这个James Webb望远镜是最复杂的 所以他当时其实这个整个过程 当时为什么这么多次延迟 不断地延迟 他是因为设计上做了大改 改了之后呢 在2016年制造的基本上结束 2016 17年左右 然后呢 那个时候之后就是全部在测试 他不断测试 首先呢 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项目 我就是简单说一下 这个今天他马上发生上去的 首先我们祈祷他能够成功 因为毕竟花了 你算是1996年到现在 就是25年时间 然后 然后 一百亿美元 然后无从多人的这种努力 他因为太复杂了 这个 这种望远镜 这么贵重 无论是金钱上 还是时间上 努力上 都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东西 希望他发射能够成功 但就算他 当然世界上能够发射他的 因为他太庞大了 这个望远镜 它的直径 它实际上是有六角形的 小的很多片的 单独镜片 构成的 它展开之后呢 它的直径就是6.5米 这个 哈勃望远镜的这个镜片直径 只有2.4米 所以大得很多 而且它这个镜面呢 这个面积就达到25平方米 就是相当大 就像一个房间 比较大的房间 这么大了 这样大的一个镜面呢 它是不可能 被整体发射上去 所以它就是一个折裂结构 它先是把自己的主镜面 那折成三折 它就是中间一个主镜面 然后两边的镜面向后折 把所有的这个前面 它的那个聚焦的 它实际上没有一个镜头 不是像哈勃望远镜 或者我们在地面上看到望远镜 还有一个柱状的一个镜头 它没有 它就是一个杆子伸出去 然后它的一个 第二个接收器在那个顶端 就像我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 微星接收天线 一个锅 这样大家说的 微星接收天线 一个锅一样 那个样子 基本上是那个样子 但是因为它 它实际上是呢 还有点最重要的 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它是在一个 红外圆 红外的这个 这个波段运行的 也就是说它不 它的探测器的光呢 主要是从 600纳米 就是说红光 我们眼睛能看到红光 一上 红光到 红外光 甚至远红外光 它的 最长的波长 能够到 28微米左右 反正就是 人类的眼睛 实际上到了 600多 可能700纳米左右 就看不见了 就人 除了人 它能够继续往上 很多 就是人类看不见的 或者红外的 这个波长 它都可以探测到 为什么是在这个波长 然后马上就说到 就是它重要的不一样 它只是覆盖 口气光中 非常少的一部分 它这么大的尺寸 它的这种探测 灵敏度 比地面上的一个 红外的一个 望远镜 这要高100万倍 它这个探测 它有这么大 只能是亚利安拉 5号火箭发射 欧洲航天局的 那这个亚利安拉 5号火箭 应该是非常稳定的 一个火箭 它的发射记录很不错 但尽管如此 因为这东西太贵重了 不是像一个通信 卫星 不是像什么 随便可以做得出来 这花这么多年 做出来 就这一个 没有第二个了 所以呢 大家都是心里面 都很忐忑 就算是它发射上去了 它还存在着 很复杂的一些操作 它首先 它不是像哈勃一样 哈勃很地 地面很近 哈勃是个 近地轨道的 旋转的一个 咱们可以说 它是卫星吧 哈勃仅仅是 因为很近 所以哈勃遇到了 很多问题 都补救了 美国直接就派航电飞机 或者是宇航员 就上去就维修了 所以可以补救 哈勃实际上 出过问题了 当时还 重大的问题 甚至在设计上的缺陷 它都被补救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个 James Webb呢 它是要到 一个叫做 Lagrange L2的一个 一个Lagrange点 它实际上就是 地球和太阳的 引力的一个平衡点 在那个点上呢 它很稳定 就是你把这个 航天器 发射到那地方呢 它就能够 待在那个位置上 它实际上是在 围绕着这个太阳转的一个 大的太阳轨道上 它不是围绕地球转 它是围绕着太阳转 在那个点上呢 离地球的距离 就150万公里 我们知道这个月球 离地球 才30万公里 这个 这个就是五倍之远 就是很 比月球离地球的距离 要远五倍 在那个地方呢 基本上 不太可能 几乎没有可能说 人可以派一个 发射一个 派个 航员过去维修 或者是派个 其他的航天气候 维修 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所以呢 就是一次 一次性满满 就是说 这个发射呢 它需要 把自己过渡到 那个L2的这个点上 然后呢 如果中间出了任何问题 如果 或者说 在那儿突然发现 设计上 出了一些问题 那 没有办法维修 所以这就是 它中央 很困难的一点 而且它发射上去了 它要通过 30天时间 它才能够 逐步从 它这 月到地球的一个轨道 转移到 能够转移到 那个大的轨道 能够到达L2 那个地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逐步的 比如展开太阳能电子板 这很快 它发射上去 很快就会 就开始展开太阳能电子板 然后呢 它会慢慢的 开始把自己的一个 叫做一个 防护瓶打开 因为它是 要探测 红外的这种光 它就需要 特别冷的环境 所以它是远离地球 地球本身 它也有很多的热辐射 所以它就发射到 那么远的地方去 同时呢 它的这个 叫做一个 一个遮挡 一个遮挡的 有五层的 一个遮挡的幕布 这个幕布呢 能够把它 和太阳光完全 隔开 让它 保证呢 在它这个位置上 在 它的温度 只有50多K 50多K尔文 那就是非常低的 就是零下200多度 零下220多度 在这么低的温度下 它才能够探测 很高的灵敏度 它才能够探测到 极较远的 那些微弱的 那些红外的光 它 从 今天发射上去 到 30天之后 到达L2 这个位置 它中间呢 要经历 300多个 一个 一种叫做 一次性 失败的一种操作 就是说 这300多个操作 如果 只要中间 有一个操作 出了问题 这个项目就算是要了 有可能就 属于失败了 当然有的属于是 完全失败 有的属于是 可能还能得到 一个半成品 可能勉强还能用一点点 但是 就是 基本上也可以 宣称这些失败 有些说 它有300多个环节 都必须能 完美地完成 包括它的 这个 遮脑的这个 帆布 能够完成地打开 包括它的 这个镜面 能够完成地打开 包括它的 它的聚焦的 那个 二次 二次镜头 就是它的接收器 那个杆 能够打开 然后这个接收器 能够伸到那个位置上去 能够接收到 而且能够精确地 到那个位置上去 甚至它自己的这个发射过程 没有任何偏差 它自己位置调到很精确的位置 因为它到了R2之后 虽然它不需要太多的能量 调整自己的那个位置 但它还是需要调整 它不是完全不调整 所以它自己还自带一些燃料 这些燃料能够让它 微调它的位置 在那个位置上呢 它自带的燃料 能够让它 能够保证有十年的工作 有效工作时间 这就是它的使用寿命 大概十年左右 大概十年左右 会不会人类 那个时候已经有本事 能够派一个 宇航员 甚至说派一个 自动的一个机器人过去 能够修复它 或者提升它 或者给它注入更多的燃料 这不知道 所以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计划 所以目前的计划 就是它有十年的使用寿命 它为什么要是在红外 这个波段呢 它不是像哈勃 拍摄的那些照片 都是可流光的 都是非常精彩的 可流光照片 是因为这个红外 首先这个James Webb 它要实现的一些重要的功能 第一点就是 它人们期望 它能够看得特别特别的远 因为在宇宙 刚刚按照目前的 大报道理论 就是刚刚才产生的时候 在第一批的这种星系 第一批的星球产生的是 恒星产生的时候 那时候它的光 大概是离现在有 一百亿年 对一百亿年左右 一百多亿年 现在能够探测到的 最远的一个星系 大概是一百亿以上吧 可能是有一百二十亿左右 我得查一下 我记不清楚 它具体的数值了 但是呢 现在是 有几个原因 就是这种星系 因为离地球极为遥远 所以它们的光 到这个地方 是越宇宙在膨胀 所以它这个 已经是红移了 所以它们的 发出的那些 甚至它们的紫外 非常强的那种光 都已经红移到 红外波段去了 所以你为了看到 那个波段的 你要看到那么远东西的 那些星系的具体的 那些情况 那些结构 你就必须得能够 探测这个红外 而哈勃这样的 是不够的 所以这就是 它要想做的第一件事 如果Jamsweb 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 它能够让我们看到 非常远的那些 星系的那些具体结构 因为目前我们能看到 就是一坨 模模糊糊的光 就分辨出来 就是一个光雾一样的东西 你看不清楚 它到底是个什么结构 如果这个Jamsweb上去了 它就能把它里面的 这些光点就探测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 那个星系刚刚形成的时候 就宇宙刚刚形成的时候 那星系刚刚形成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子 这个对 在天文学上 你怎么计算 我们的这个银河系 是怎么演化过来的 这个整个的宇宙的 这个演化基地 是以什么方式演化的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说它可以探测 因为比如说银河系 或者其他的星系里面 都有很多的这种尘埃 这种尘埃直接就会把 很多的可见光和紫外光 都给它堵住了 它不让它就没有散射了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Jamsweb呢 却可以 因为红外光可以透过 可以比较容易地 穿透这种尘埃 所以呢 有了这个Jamsweb呢 我们可以看清楚 这个比如说银河系的 银河系中心的状况 能够看到很多 比如说柿子银河系的内面 比如说被银星这部分挡住的 银河系的内面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 它可以对那个 比如说它可以 现在一个常用的 来检测这个 比如说遥远的那些恒星 就是比如说银河系里面 其他的恒星 它有没有卫星 有没有行星 这种行星 叫Transit 就是经过了 挡住了这个恒星的光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探测 这个恒星光强的变化 我们就能经济出来 这个行星的具体的 各种各样的数值 而这个 James Webb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它能够 光不分析 它能够判断这个 恒星的光 被这个行星挡住的时候 因为这些行星 一旦挡住了恒星光 如果这个行星 是一个像 气体行星 或者是像地球一样 有大气层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恒星的光 在穿过它的大气层的时候 它的光不就会发生 某种变化 它就会被吸收 然后呢 这个James Webb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它是可以探测 这些光强 发生变化的时候 进行光不分析 就看看这不同的光波段 这个到底是 这个光不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此 因此可以判断出 这些行星 大气层的化学成分 它就可以探测到 这些行星 到底是有什么样 化学物质 是不是跟我们的大气一样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革命性的 这个可以让我们 让人 就比如说认识一下 这个星系的核心 到底是有什么状况 认识一下这个 超过了 我们可观 就是非常遥远的那些 刚刚产生 宇宙刚刚产生时的那些星系 它结构是什么 这些 可以说是它能够让我们的人类的知识 就是扩大一大步 对整个宇宙的认识 可能都会发生 一个非常值得的飞跃 毕竟是这些工程师 奋斗了25年 所以我希望 我们祈祷 这次发射成功 但是呢 看到一些信息说 就连NASA内部的员工 都是捏了把汗 我想今天所有的天王号手 和这些天王学家 都会非常非常的担心 首先希望它发射成功 第二呢 希望它慢慢再展开的过程 当中正常的每一个环节 都不要出错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所以他们 当然这个是小道消息的 说是内部的人 只认为有80%的可能性 能够完美的 完美的达到目的地 开始工作 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出问题的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蛮低的 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这一次也是风险 非常大的一次发射 这个 好 说完这个呢 我再讲一个另外给我关注的 一个天文上的话题 我尽量快点吧 这个话题讲完 这个 这几年前呢 就是 因为这个呢 我才看YouTube 以上油管上的比较多 这个就叫做这个 Tabby Star的一颗星 这个星呢 被认为是 我们目前人类所知道的 最奇怪的一颗星 这个星是怎么 这个星其实人类早就发现了 并且 并且观测到了 这个星的发现是在 187几年 就是说一百多年前 就 人们就已经记录了 把这个编辑注册了 这个星 这个星中也看不到 但是呢 从一个小望远镜就能看到 它大概 离地球是1400多光年 在什么 做 不知道很清楚 在哪个 具体它在天文中 哪个方位也不太很清楚 Tabby Star 大家可以查一下 但是呢 这颗星呢 我们人类很早之前 就观测 并且当时就拍摄了 就用了胶片啊 什么的 在19世纪末的时候 决定把它拍摄了 有各种记录 都一直在历史上 一直对它有记录 然后呢 当2009年的时候 美国发射了一颗 叫做 Keypler的一个 也是一个太空望远镜 但是Keypler这个望远镜的 目的是进行一个 对很多大量的星空 恒星的进行拍照 它对 比如说 对同一颗恒星 它每30分钟就拍一次照 它跟连续这样做好几年 那就会记录大量的信息 就是它记录了 好像说几十万颗恒星 好几年 每隔30分钟 它就拍一次照 只要它能观察到 的这个光强的变化 它整个变化 然后大家在 2013年 2015年 在2015年的时候 分析这个 这个Keypler的数据呢 就发现了这个 这个叫 这个Tabby Star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天文学名证 现在它的历称叫做Tabby Star 就是一个叫Tabby的一个 美国的天文学家 它领头的这个研究小组 对这个 对这个恒星的这个情况 做出了很多深入的 分析 然后呢 第一篇很重要的论文 发表出来 关于它的这种 特质的 所以呢 那所以大家就 现在就把它 历称叫做Tabby Star 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了这个 这颗恒星的光强 发生的变化 是非常的不规则的 是非常奇怪的 大幅度的不规则变化 它的 之前呢 为什么这个 Keypler 天文远军 要做这种拍摄呢 是因为 这时人类就可以通过 我们就可以观测 这些恒星的光强的 周期性变化 就发现了 在这些恒星周围 是不是有 有行星 因为这很 能够发现 离这个恒星很近的行星 如果这个行星 运行到这个恒星的表面的时候 如果能 正好它和这个地球 都在 我们的可视 可观测的方向上 那我们就能拍下来 它的表面的 这个强度的变化 比如说 像 比如说像木星 这样的行星 它在 运行 如果站在远处 很远的地方 看到了木星 经过太阳 遮住太阳光之后 再出来 它能造成太阳光的 整体的 接受的光强 下降 1%左右 就是这样 所以通过这种分析 这种恒星的变了 细微的这种光强 变化 因为否则 恒星的光强 是非常稳定的 对绝大多数 它在 稳定的这种 处于生命的 稳定周期的 时候的这些恒星 它的 它的光强是很稳定 它不是会发生 短期的变化 短期的变化 基本上是由这种 周围运行的行星 挡住造成的 这叫做 Transit 所以开普多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开普多的数据 积累数据 人们用它 已经发现了好多 好多恒星的行星 对这些做出了各种 各样的计算 判断 但是这个Tabist 就非常不一样 人们发现它在几年之内 它的这种 光强发生急剧的变化 这个变化幅度 甚至可以达到 20% 我刚才说这样 像木星 木星是太阳区最大的一个行星 它遮挡太阳的时候 也只能造成1%的 光强的变化 而Tabist 大的这种 光强变化 可以短时间内 到了20% 22还是25 这种变化是非常剧烈的 这种变化 人们就没有办法解释 就不可能像 一个如此巨大的一个 是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把这个恒星的光 挡住这么多 而且呢 它还有几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种挡住 它不是对称的 你比如说如果是 如果是木星 它越过太阳表面 这样过去的时候 挡住的是光弄 它的光强变化 是一个对称的 比如说 是慢慢的降低 然后再慢慢回复 它这个下降曲线 上升曲线 是完全对称的 而且因为 因为这个木星 是个球体 所以它这个挡光 这个光线的曲线变化 都可以计算得出来 但是呢 Tabistar就不一样 Tabistar这种飞弹 它会突然间下降 比如10% 或者百分之几 或者是百分之二几 那这种下降的 这边和恢复的时候呢 它是完全就是 不是对称的 就说明那个 那个挡住 它的那个物体 它不是球形的 此外呢 它还 它的这种变化呢 也没有什么规律 大家就是 如果是一个行星呢 它有一定的周期 你可以不断地 周期间地发现它 它这个故事 它这个简直就 好 就几乎找不到规律 除此之外呢 人们对比100多年前的观测记录 和现在观测记录 然后人们进行一个计算 发现它这个 Tabistar的这个新的光强 是在一个长周期 一百多年了 它在不断地下降 所以这些都造成了 非常 很难解释 就很多人提出了各种方案 就是说包括 然后呢 这种所谓的提出了各种 这种方案呢 都是一种非常 不能够完全把所有的方面 都解释得很好的 甚至有的 有的这种解释呢 它也会造成这种内在的矛盾 它会和这个Tabistar 它本身是一个 因为Tabistar和太阳呢 是属于同一类的 差不多这种叫做 主序列的这种恒星 它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然后 它已经是属于 中年 中年的恒星 它很稳定 它不是说 刚刚开始形成恒星的时候 周围还有很多星辰 辰埃啊 七体 能够把它遮住 它很稳定 所以人们当时设想呢 就是说什么 有可能是有大量的这种 这种冷的彗星啊 就是 扎向这个 这个恒星啊 也有的说法是说 有两颗那个行星撞掉 在那撞击碎裂了啊 但 是不是这个 开不了一上去 就观察到这么一个 奇奇怪的天象 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小啊 但是 就提 然后呢 提出了很多的 不同的想法 有的人说是 是不是星际尘埃 挡住 但这个显然也不是 因为 它没有挡住别的形象 就是这颗星出的 这个现象 然后 还有的认为是 有一颗行星 可能直接掉到 这个恒星当中去了 造成这个恒星 处在一个 一个 它的亮度的 一个急剧的变化当中 这种说法都有 但是呢 这个说法 没有一种说法 这是非常的 完美啊 因为他们每一种说法 最后你演算下来呢 都会造成一些困难 这种困难 有可能就是 就是 一个相当的不可能 的一种状态啊 就是 不是很完美 这些所有的 解决 比如说 它后来 又对这个 泰比斯塔呢 做了一个很深入的一个 比如说不同光谱的 一个观测 然后就发现了 这个蓝光部分 蓝光部分被挡得 特别的 多 在红光部分挡得比较少 就是说 也就是说 它这个光 同样一次 你看它的新的光强 发生一个 急急的变化再回去 在蓝光 或者短波长的部分呢 它的变化幅度 下降幅度比较大 而在红光的时候呢 它下降幅度比较小 反过去 也就是说 它的 那大家就判断 这实际上是一种尘埃 还计算出来 这个尘埃是非常小的颗粒 因为之前呢 一直有个说法 就是 有可能是 有人就猜测 这有可能是外星人 或者说是一个 我们可能观测到了一个 在遥远的一个 也不是特遥远 一切多光年之外的 这么一个恒星 它有可能 有高级的生命 它们自己构建了一个 我们叫做戴神球 戴神球就是有人预言 就是当一个文明达成 达到了一个高度之后呢 它自己的能源 不够用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个恒星周围 去建立很多 比如说咱们简单说 就摊了电子板 去接收这个恒星的 这个光的能量 然后把它吸收 来使用 这种接收器 就必然会挡住 这个恒星的光 那人们就在猜测 既然它是一个 不规则形状 而且周期也不规则 很有可能 是不是就是这种高级 我们就已经目睹了 一个在TypeStar的 一个高级的生命 它正在建设这个戴神球 把TypeStar都包起来了 但是呢 它现在的这次 按照这种 多拨长的 这个观测结构呢 它基本上出来 就是任何比这个 几微米大的尘埃的 这种结构呢 如果是大量 这种结构存在 它都会比较均匀的 把这个光挡住 就是无论是红外的光 的蓝光 都全部被挡住 而不是出现 目前这种状况 所以它的判断 就是它是尘埃可立 但这么大规模的尘埃 就这种长期的 这种 反正 也很难去直言其说 都有它的问题 实际上 它目前的判断说 不是外星生命呢 我认为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武断的判断 因为你现在人类的技术 它外星生命使用的材料 完全有可能是 对于这个 短波长的光吸收的多 对于长波长的光不吸收 或者吸收的少 它完全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这个光里边 波长越短 它的能量越高 它没有必要把它全部 因为底下的 长波长的光 化不产生很大的热量 它 它 它有可能就把这个光 就放出去 它不一定要使用 这个低能量的光 它使用高能量 它有可能会这样的原因 去这样做 而且它当时 它的那种材料 可能也能够实现这一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 站在自己目前的人类的 科技的水平上去判断 在那种科技水平上的 那种 那种智能生命的这种需求 但是呢 这个 如果你真的就去说 是智能生命造成的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武断的说法 那这种说法 可以解释一切的现象 等于是不解释 所以呢 一般的听话学家 他都是要 他都是要在穷尽了 其他的自然可能的原因之后 如果实在是 其他任何一个解释 都解释不通的情况下 再来考虑这个 因为你必须排除掉其他的 你这个才是剩下了唯一的答案 然后这一点 本来大家以为就可以 就判断了 这个泰比斯达就是这种 尘埃 作为的这种不规则尘埃 具体这个尘埃是怎么造成的 还不知道 或者这个尘埃 为什么处于 长期的不规则的状态 它也没有变得均匀 或者没有安顿下来 这也不太清楚 也很难去解释 但是呢 大家就计算出来一个 几微米之境的 这种星际尘埃的 就是处于这个泰比斯达 作为包裹的尘埃 他们就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答案 但是呢 最近几个月的观测呢 又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就很有意思 就是呢 这个泰比斯达 原来呢 它的光强的变化 都是非常剧烈的 深幅度的 突然就掉得很深 又很快就回去了 几天时间 几个星期时间 但这一次呢 观测了几个月 它就是掉到了1% 它的光强下降1% 就停在那儿 就非常的稳定 这和几前几年内 观测到的那种状态 都非常不一样 感觉这个泰比斯达 突然在目前 观测呢 它的这个光强变化 这种特性就变了 就和原来不一样了 所以这点也非常的不好解释 就是说 如果这长期的 只掉1% 然后稳定的这种 然后再回去 隔几个月再回去 这种变化 继续持续下去呢 就又会推翻掉 前面很多的那种 假设结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大家就是说 那看看这些星 都是哪些星 有这个泰比斯达 这种类似的 因为发现 不止泰比斯达 一颗星是这样 它没发现了 其他好几颗星 是十几二十颗星 都有这种 类似的这种现象 但可能没有 泰比斯达这么明显 但然后呢 它就会发现 突然发现 所有这些星 都集中在泰比斯达附近 这不是说 在天空均匀的分布的 如果它是用自然现象 如果它是用自然现象 那它就不应该 只在泰比斯达 这种发现 它这个星 应该是在 好多地方里 都能观察得到 泰比斯达附近 现在不是 现在观察到这些星 它都聚用在一块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些星呢 都不是那种 小的 比如说红海星 或者是大的红巨星 或者蓝巨星 特别大的星 特别小的星 都没有这种现象 而就是像泰比斯达 这种终不溜究的 像太阳这样的 比较适合生命的 这种星 比较稳定的 这种中年的这种星 这种恒星 这些二十多个星 都差不多 是一种类型的 所以这一点呢 也无法去解释 为什么就是在它附近 某种子弹现象 只在它附近发生 这点显然不符合 这种常理 然后呢 当然这两者呢 都让 都让这个 好像事故 已经被排除掉的 外形生命的这种 这种戴身球的这种方案 又再次浮出水面 因为外形生命 还是可以解释的 就是说 它那个外形生命 已经能够走出 泰比斯达这附近了 它已经扩展了 周围的这些 一些恒星生 上面去了 并且在那些恒星上 也在建这个 戴身球 所以这个是 当然这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天文现象 然后呢 还在 还在很多研究 还在进行当中 好 我今天就分享 这么两个 这个很有趣的 这个 一个天文的 知识点 或者说 这个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们可能这个 James Webb 已经要发射了 我现在就去看 好 咱们回头再聊 拜拜 拜拜